今天我们来谈谈在欧洲发现的一些小雕像 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万到两万五千年之间 这些被称为Vanary的小雕像代表了具有非常突出特征的女性形象 它们具有强壮的身材,极其明显的乳房,巨大的腹部和宽阔的臀部 在它旁边的照片中,您可以看到所谓的维伦多夫维纳斯 它的名字来自奥地利发现它的地方 这座著名的小雕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万四千到两万两千两千年之间 正如你所注意到的,这些小雕像引导我们反思生育的主题 即出生的生命之谜 这些小雕像象征性地代表了一个女人 也许是怀孕的正如巨大的腹部让我们思考的那样 随时准备为将要出生的人提供生命并确保丰富的食物 注意到巨大的乳房和健壮的身材 但谁代表了这个小雕像 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描绘神灵 小雕像描绘了母亲女神,大地母亲 我们的第一批父母认为地球是一个照顾孩子的母亲 她不仅给他们生命,而且用丰富的食物喂养他们 母亲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转向了 她呼吁自己获得丰富的食物和免受危险的保护 在她身上,我们在死亡的那一刻托付了自己 在他们的第一次艺术创作中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美妙的见证 地球被认为是一个给予生命的母亲 你听说过吗? 我相信,我们必须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才能回归爱地球 地球不仅是我们的家,更是我们的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